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嚴部長 還有我們 敖參謀長 請敖參謀長 各位好 謝謝部長 剛才報告裡面提到整個任務 我們肯定這次海軍出訪的任務 但是有一個 東西還是要釐清一下 參謀長 媒體有一種字眼叫做 這一次是海軍官校的畢業旅行 你同意用這樣的字眼嗎 報告委員我不同意 不同意嗎 因為我們每次 我自己也參加過我畢業的76年的 敦慕遠航訓練 那我們的訓練最主要上去 都是要經歷過 驗證我們傳上的實務 然後相關簽證的項目 都必須要經過那個 傳上官員 驗收合格之後才能訓練 所以我同意 所以要是我的話 不會叫畢業旅行 我叫畢業考試 是 同意吧 同意 對它是一個考試嘛 是 因為它不是過程當中 只是敦慕的一部分 敦慕幫儀這只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一個相關的 操業 所以對政戰組的同學 對海軍官校的同學 這是一個畢業考試 同意吧 同意 OK好 回到我們這一次的這個重點 從上上禮拜的報告到現在 已經十天的時間 所以理論上 也都應該稍微釐清了 我先問一下 部長 從上次這個事情發生 你們的報告裡面提到一點 上次的報告 說你們相關的規定 作業程序有不足的地方 這是你們上次的報告 然後接下來 包括昨天疫情中心也提到了 我們艦上的一些作為 事實上 我們要重新再檢討 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因為有些軍艦出去還是要四五天 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沒錯吧 所以問個問題 這些SOP或相關的防疫措施 有沒有更新 有沒有調整 我們經過這件事情 海軍也都徹底做個檢討 在CDC的指導之下 第一個我們要準備建置PCR 對這檢疫的檢測的措施 分子檢測的一個分子檢測機 在我們海軍有做規劃了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每條艦上 還是每個支艦 現在還要再談 現在已經整個都納入規劃 包含我們的外離島都在這個裡面 最加快 是 好不好 好 那SOP呢 除了所謂檢測手指 其他的標準作為程序 有沒有檢討 SOP 我們現在海軍 把分艙分流做得更細緻化 所謂更細緻化 就是細分最小化 第一個 第二個是混合編組 原來一個艙是單一的編制跟建制的 可能他做混合編組之後 不會影響到整船 整條建的一個運作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衣冠 將來要給他複釋的通聯 包含他的衛星電話 OK 等等 都做了一些 部長我來問幾個比較關鍵 跟這一次都目前有關的一些相關的SOP好了 第一個 從國安部第一時間告訴我們說 你們給的指令 就是只要有一人發燒就回航 可是後來對這個指令到底是怎麼下的 有不同的說法 那我們試著去瞭解相關的這個指令 部長可不可以今天再告訴我們 當時你給的東木劍的一個指令是什麼 是我跟委員說明 我在2月25號去了124艦隊 東木支隊做了一個試導 那也談到剛剛委員所談到的這個問題 當時的律定就是疑似症狀 那包含了發燒 因為那個時候2月底 我們所了解的症狀以發燒為主 發燒然後咳嗽 還有這個上呼吸道等等這些 疑似病例那必須要把它在船上要隔離 然後要通報回報回來 回報回來就我們做個評估 船是要返港還是什麼 就要回報 所以並不是一個說 只要一個人發燒就要回航 你沒錯吧 當時是疑似病例要經過回報 然後我們做評估 對 所以由艦上的這個醫官 或者是支隊長來判斷 是不是疑似武漢肺炎的症狀 然後再回報嘛 是是 所以當時你們在那個 上個上禮拜的報告裡面 那個寫得太斬定截鐵了 所以只要有一個發燒就緩航 事實上不是嘛 是吧 我們記者會都有做個說明 所以事實上支隊長 有沒有這個權利 或是醫官有沒有權利 來做所謂疑似 所以要評估跟研判 沒錯吧 所以當時你們把這個責任 通通推給支隊長 這不對的 你們當時的指令並不是說 也沒有推報 我們這個就是剛剛跟委員說明 我們記者會有說明 後續啊 因為他們從檢疫所出來 還有居家自主管理 那麼七天之後 我們可能面對面要做一些訪談 相關的資料 部長 因為這涉及到事後的一些相關調查 是是 也就是說支隊長有沒有照著你的指令 是 去做相關的這個回報 我們還要進一步了解 好 接下來 到底是只要發燒就一定要回報 還是有不明原因發燒才要回報 再確定一下 發燒要回報 這是我們的一個要求 那就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醫官或者是艦長跟支隊長當時的研判 到底怎麼研判的 我們還要進一步了解 沒有回到你們那個表 這個安全報告回報表裡面 到底要勾選的是不明原因發燒還是發燒 這是你們自己公布的表啊 是 是哪一個 這是安全報告表 對安全報告表裡面 到底是寫發燒幾元 還是不明原因發燒幾元 先告訴我這個表 因為你們不是很清楚 這個表到時候可能調查小組要的 是 表上面是什麼 要勾什麼 報委員他如果說 他前面勾選的話 後面還有一道 後面 後面11個欄位還有 詳細的說明 他要在後面 所以第一個欄位是發燒 他那是勾選 後面還有一個說明表 沒有我還是不太懂 到底那個欄位的勾選是寫發燒 然後有一大堆讓你勾 什麼不明原因 什麼一大堆 總統大長跟你說明 好請說 報委員我是總統大長 我跟您報告 這個回報裡面 他說發燒 後面不明原因發燒 他說明的是 發燒有幾個人 斜槓後面是 這裡面 醫生你無法判斷 什麼原因發燒 是幾個人 後面就會有說明 這個發燒是扁桃腺 或什麼樣的發燒 所以他是 前面是總數 後面認為 不明原因有幾個人 他是分開說明的 所以他是發燒嘛 然後接下來才有所謂扁桃腺 什麼發炎 然後不明原因 所以事實上發燒是關鍵 所以並不是說 你不明原因或查不出來 才要回報 理論上發燒就要回報 沒錯吧 這就涉及到 那個支隊長有沒有誠實回報 或者說有沒有精確回報的問題 我們後續還在查證 這個表會先做判斷 所以這個表是先 只要發燒就要勾 沒錯吧 然後接下來才有所謂不明原因發燒 這個表到時候會提供 沒錯吧 對 好 因為他涉及到到底是 有沒有照著我們相關的規定做回報 那責任才能夠釐清 沒錯吧 對 好 接下來入境健康聲明卡 這是每個官兵都要填 沒錯吧 對 14天 然後我們的相關人員在收這個卡 對不對 是 對 我問一下 700多個官兵裡面 有勾前面4 有多少 幾乎都是 還是都是0 發委員 我目前查證都是勾那個 是 就說他沒有那個症狀 就是 可是你要知道 是過去14天喔 是不是有這些症狀對不對 對 他資料是他自己有 我知道我知道 我現在只要釐清一下 所以這700多個官兵每個都寫 4 沒有一個 是4 然後發燒或者呼吸急促 是這樣子嗎 是 那這樣會不會有人 目前書面資料成好 有人不實 因為科技裡面調查 的確有人有發燒啊 有咳嗽啊 等等啊 我讓他講說 那個 就我們現在收證的書 他填的那個表格顯示 這卡裡面的確 每個人溝都是沒有發燒 對 所以我講嘛 就好像入境海關 這個我們還要等他們出來以後 我們還在最釐清 所以我們要查的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這樣我們還在繼續 沒有很簡單 查到就診紀錄 跟那個一隊就知道嘛 是的 沒錯吧 就明明你就診紀錄裡面 過去17天有發燒或其他症狀 然後對照一下你入境填的表 可能不符啊 是 就好像一般旅客進國也有亂寫的啊 也有填不死的沒錯吧 是 所以我只要確定一點 700多個官兵每個人填的都是 4 也就沒有任何發燒或其他症狀 沒錯吧 是 目前查證的書面資料是這個樣子 是嗎 是 好 接下來 連檢小組 我先問一下 連檢小組只有50分鐘 沒錯吧 去做所有的檢查 我先問一下 現在媒體傳很多 連檢小組也有保防的 也有症狀 什麼一大堆的 我們現在指的連檢小組 是不是就是6個 建上的衣官 一室官 然後加上5個 從這個建子部上去的 11個 還是也有保防的 也有什麼一大堆 有保防 有保防 我上去的人除了衣官以外 還有保防的 還有監察的 還有後勤的 都有嘛 都有 但是事實上衣官的部分 總共有11個沒錯吧 包括室官長 對不對 各組 建上6個加上 左營 醫院這邊5個上去嘛 是 所以是有嘛 然後最後確定一點就好 連檢內容就是說 有沒有看所有的就診紀錄 這個還要再當面約訊 所以還不知道 等他們解除管制之後 再去做調查 是的 所以這11個人也事實上 也被管制了 有上傳的都被管制了 是吧 所以不是只有那所謂 在建上的衣官兵 是 OK 好謝謝 謝謝委員